2017年8月26日 在台北世大運現場 台灣標槍選手鄭兆春 面對德國選手Andreas Hoffman 雙方來到最後一次投資 此刻是決定世大運金牌歸屬的一刻 也是鄭兆春奠定職業生涯的一刻 如果要了解這一刻的背景故事 以及歷史意義 我們需要回顧歷史 鄭兆春小時候 因為跟朋友玩丟石頭的遊戲 而發現自己倍利天賦 從而被教練發覺去投資標槍 天賦異名的鄭兆春 即使不喜歡也不常練習的情況下 依然在全國性的比賽中獲獎 讓鄭兆春開始考慮自己投入職業標槍的想法 可惜他的職業生涯並不順遂 2012年輪到奧運前 就因為大面積的燙傷而不得不放棄奧運 經過三年漫漫長路的復健 2016年鄭兆春實力逐漸回復 卻在付出的第一場比賽 就傷到了右膝半月板 而被迫開刀 禮約奧運的夢也因此矛碎 這一次的傷勢比之前的燙傷更加的嚴重 醫生甚至警告鄭兆春可能無法重回標槍的賽場 在經歷了重大的傷勢 鄭兆春讓他徹底省思自己訓練上的問題 認真規劃生涯走向 也一度考慮放棄標槍 覺得自己真的不適合走這條路 往往就是每次正要往上衝的時候 就是怎樣怎麼就會有事情不發生 對 然後我就一直在重新思考 是不是要往其他方向走 對 然後就重新再 然後但是又不願意放棄 說堅持很難 放棄真的太難 堅持很簡單 放棄太難 對每一個日以激烈練習的運動員截然 鄭兆春不願意放棄 不願意做一個默默無聞的運動員 不願意放棄 也不能夠放棄 然而此刻 噩耗傳來 與鄭兆春感情非常好的奶奶過世了 奶奶無法再來看自己的比賽 成為了鄭兆春心中永遠的遺憾 鄭兆春經歷了訓練的辛苦 傷病的折磨 復健的痛苦 與親人的離世 才終於重返了標槍賽場 傷愈復出的鄭兆春實力不降反身 在2017年4月的全國大專田徑錦標賽上面 值出了破全國紀錄的84.77公尺 而在僅僅20天後的亞洲田徑大獎賽 更是值出了生涯最佳的86.92公尺 多得了金牌 破茧而出的鄭兆春 終於迎來了職業生涯的春天 過往的訓練以及復健的痛苦 終於有了回報 也因此鄭兆春才有資格 站在今天的市大運的決賽舞台 唯有經歷千錘百練的運動員 才能在決賽賽場上面 證明自己的實力不輸給任何人 而他今天的對手是來自德國的選手 Andreas Hoffman 德國一直以來都是標槍大國 在今天的台北市大運之前 世界前七名的標槍紀錄 有三名是德國選手投擲出來的 雖然Hoffman不在此列 但是他生涯最佳也不會比鄭兆春差 2017年5月的一場德國賽事中 Hoffman投出了生涯最佳的88.79公尺 比鄭兆春的86.92公尺還要高 而且跟鄭兆春一樣 都是在世大運前三個月內 創下的生涯最佳表現 兩個人的狀態都是非常的火熱 今天的金牌之戰 Hoffman是信心滿滿 但是鄭兆春也並非等先之輩 雙方的對決就此展開 看這場比賽之前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世大運的標槍規則 世大運分為預賽以及決賽 預賽每名選手有三次的投擲機會 成績76公尺以上 或者是小組前12名能夠緊急決賽 兩個人都在預賽中小事身手 都在第一職就值出了81以及83公尺 輕鬆競技決賽 預賽第三名晉級的 也是來自於台灣的選手 黃世鋒 但是他一直到第三職 才突破了76公尺 第四名雖然也是第一職就突破76公尺 但是顯然與前兩名有實力上的落差 也象徵著這場比賽的金牌之爭 持有Hoffman 以及鄭兆春兩人之間的決鬥 晉級決賽的12名選手 會先有三次投擲機會 表現前八名的選手 就會有額外三次的機會 投擲順序是由成績較差的選手開始 但是最後有成績最高的選手 奪得金牌 兩個人的前三次投擲 由Hoffman的85.59公尺 佔據第一 鄭兆春83.91 緊隨其後 但是第四職 黃世鋒突然發力 後發先制 震驚全場 第一次我們會看台北的家庭的英雄 平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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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世鋒 以破大會記錄的86.64公尺 震驚全場 一隻空降金牌寶座 也讓局勢瞬間緊張了起來 但是 Hoffman作為德國坦克 並非浪得虛名 在第五次投擲 拿出了88.33公尺的成績 擠壓全場 也讓壓力 來到了兩位台灣選手身上 三名選手 都只剩下最後一次的投擲機會 鄭兆春 在三人的成績中 更是以84.37公尺 點途 對手的成績 更是優於自己全國紀錄 86.92公尺 就算鄭兆春最後一隻 高於Hoffman的88.33公尺 但別忘了 Hoffman也還有一次機會 可以再次逆轉 鄭兆春 如果要拿下金牌的話 就要突破自己 將不可能化為現實 成敗 再次一隻 歡迎見證歷史性的一刻 9.36公尺 91.36公尺 鄭兆春打破了亞洲紀錄 成為歷史上第一位突破90公尺的亞洲人 也是歷史第12名的成績 然而 比賽還沒有結束 Hoffman的最後一局 將會決定勝負 Hoffman也突破了極限 落點與鄭兆春差不多 究竟金牌獎落誰家呢 91.07公尺 這是一場激烈的比賽 這場比賽是史上第一次 由兩位選手 同時值出90公尺以上的比賽 而旅約奧運的金牌成績 也只有90.3公尺 雙方都突破了極限 將不可能化為現實 鄭兆春的今天一職 讓他一直成名 也讓他瞬間成為了 台灣在東京奧運的多牌希望 然而 耗盡不長 在赤大運結束之後 鄭兆春再次受傷 導致亞運成績 也只以第五名作手 然而 回顧鄭兆春的生涯 每一次他拿出好成績 都是在受傷之後 果不其然 商譽付出的鄭兆春 先是在週季杯上面 擊敗了亞運金牌的印度選手 躲下了銀牌 在2019年 更是在亞錦賽 以86.72公尺 躲下了金牌 以87.12公尺 在鑽石聯賽上海戰上面 躲下了銀牌 也讓鄭兆春成功達標 拿下了東京奧運的門票 在鑽石聯賽博明喊戰上面 更是以87.75公尺 躲下了銀牌 成為台灣史上首位 在鑽石聯賽躲進的選手 Cheng 從中國的台北 能夠找到特別的 能夠把他放在這裡 拆開派的派對嗎 這看起來很棒 進去在鑽石聯賽 那是很大 Cheng 確實現在 已經在第六回合 Cheng 從中國的台北 已經在最後一回合 他現在已經做了什麼 英國的英國的英國 不可以做的 雖然生涯最佳依舊停留在2017年世大運的91.36公尺 也是目前生涯唯一一次突破90公尺的成績 看着老对手Hoffman已经突破了92公尺 成为了历史第八 郑兆村毕竟加倍努力才能战胜奥运的颁奖台上面 让我们期待郑兆村能够在今年奥运赛场上 再创击击将金牌夺回台湾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台湾的手势 我是KC 我们下次再见 Peace out